网络都是喷的居多 48万的问界M9 我真心劝你们别买别上当 我可以负责任的说 理想R9的智能坐舱体验 还有辅助驾驶体验都非常棒 并且动力也非常强 底盘非常柔软舒适 绝对是市区一家人出行的好车子 就一个理想车标 就是代表的高级和排面 我相信很多理想车主都是这种想法 但是自从我体验过问界M9之后 才知道我之前的想法有多离谱 多么的小而可 问界M9完全颠覆了我用车的理念和概念 虽然之前的理想R9很优秀 但是跟问界M9真没法比 如果理想R9是第一代智能坐舱 那么问界M9就是第二代 主要是问界M9使用华为的鸿蒙智能系统 使得它在智能坐舱和辅助驾驶体验上 要比理想R9更加实用好用一些 不得不说华为的鸿蒙系统就是好用 其实问界M9和理想R9都是征程式车型 征程式指的就是它俩搭载的1.5T米勒循环系统发动机 叫征程器 扮演着发电机的角色 平时车的都是存电行驶 发动机不启动省油 一旦行车电脑判断电量不足时 发动机这时就会启动 但是不是一直驱动车吧 而是给电动机去充电 发电 然后再去驱动车吧 多于用不了的电 再去给电池充电 其实所有的征程式车型都是这个工作原理 因为设计没什么技术难点 所以很多新能车企都在使用 并没有比亚迪的DMI超级混动先进 也没有DMI油耗低 如果平时事须代步 征程式版本没事往上充电 白天还是几乎用不到征程器启动 用不到汽油的 如果是跑高速上途 它的油耗马上就上来了 因为征程式始终在启动 油耗拉这么大的车了 1.5T发动机 油耗就高了 堪比比这个常规的汽油车 油耗都要高 跑高速 并且它俩都使用宁德时代的三元锂电池 但是问题M9是容量42度的电 续航190公里 理想29是容量52度的电 续航230公里 这样一对比就差点愚昧了然了 电池包还是理想29层大 续航领程也更长 但是成本也高于问题M9 总之这两款车呢 不单单是驾驶质感 智能助商上一个区分 它俩在细节地方 比是内饰的做工商 用料商 高级长 隔音精英方面 底牌的质感 问题M9 都要完全要好于理想R9的 所以说这两款车呢 如果非二卷一的话 我建议还是选择问题M9 并且车人安全上 也要比这个理想29更加优秀 整台车使用了2000兆帕的一个 玄武热身行钢 并且前后防灯梁 都是非常粗 非常厚的一个铝合金材质 要比理想29 车人强度又更高 更大一些 更强一些 那么四冰前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有没有 不同意见和想法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 拜拜 拜拜